好了我们继续走 刚刚呢我们讲了这个未用算对不对 讲了未用算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字符算连接符 三目用算符或者叫三元用算符 还有关于这个运算符的一些优先级的问题 简单聊一聊 然后呢讲这个连接符之前呢 咱们把这个未用算符呢 这儿呢再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我们说咱们写的这个例子里边呢 未用算符 比如说 咱们哦在上面呢 在这儿 是不是都是两个数字啊 对不对 都是两个数字 那我问大家 在这里边 布尔 布尔 大家看布尔值行不行 就是我要把这个左右两边都是布尔值行不行 比如说我有一个处与一个什么 force 看懂了没有 那我们看行不行 大家看我这儿 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写了两个 左右两边写了两边呢 一个是处一个是force 那么大家前面给大家讲过 大家记不记得 布尔变量是一位 大家记不记得 记得吗 记得吧 一位 那么处就是一位里边的一 它就是零 那么如果他用语用算的话 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force啊 看到没有 ok 这个呢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什么 语用算 逻辑语货 逻辑货 逻辑费 逻辑语货 不过呢 他没有短路的功能 对不对 他两边都要算 前面算完 后面也要算 所以一般情况 我们还是 如果是前面是 前后是true false的话 对吧 前后是这个布尔变的话 我们还是会用什么 还是逻辑用算 那个又方便 又效率又高 听懂了没有 做数字语用算的话 我们只能用它 记住了吗 然后我们再走 下面一个是这个 字符串连接符 这个比较简单 字符串连接符呢 我们这写个小例子 咱们把它丢到这吧 来这个是扩展运算符 我们把它注释一下 叫扩展运算符 然后这里边我们写一个 字符串连接 使均 str 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这里边 我再写一个什么呢 再写一个变量 叫int对吧 int s 等于4 咱们把这个str呢 咱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5 看到了没有 然后我这输出一下 out.print s加 str 或者叫什么呢 你把它写死也行了 4加 什么 5 这样写也是一样的 就这儿不要搞变量了 直接写个4加5 这回反问什么结果 结果是不是45啊 45 大家看到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这儿如果你 这儿这个加 这个加号 加号两边 两个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数之间 只要有一个是次符串 那么这个加号就不叫加号了 变为字符串相连 看到没有 只要有一个是次符串 那么整个都会被变成什么 次符串相连 所以它的结果是什么 45 明白了吗 这是次符串相连的问题 再看 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 三元用算符 或者叫三目 或者叫条件用算符 都一样 有这样几个名字 那么它的语法格式呢 对于我们初线者看到 可能比较怪异了 对吧 前面是一个布尔表达式 X这儿是一个布尔表达式 如果它的值为处的话 就把Y 作为一个值返回 如果是false的话 就把Z作为值返回 看懂了没有 它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大家能不能看到 看到这条代码 我把这个代码粘过去 咱们在这敲一下 试一下 这个注释的吧 这个注释的吧 不要了 杠心 杠 杠 然后这叫什么 字符串相连对吧 相连 加 加号 对吧 两边 只要 只要有一个为字 则整个结果为什么 字符串 对吧 则变为 呃 变为字符串 连接符 好 下面我们看 刚刚这个三木用算符 大家看这个 A等于3 B等于5 然后呢 使用STR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A负A小于B 如果是小于B的话 把这个 这个字符串的值 给这个字符 把这个A小于B 这个字符串 给我们这个STR 否则呢 把A大于B给它 这个简单吧 我问你 现在我要打印一下 这个这个值的话 等于什么 应该是等于 打印STR 告诉我说STR等于什么 有的人说A小于B 是不是 没错吧 没错 好 我们这么这种写法呢 我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三木用算符来做 大家看 我也可以用三木用算符来做 就这个 这个负值 看我怎么做 这STR等于 括号 括号里边写个A小于B 如果小于B是处的话 它后面写个A小于B 把A小于B给它 如果是False的话 A大于B 或者大于等于B 看懂了没有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简单的ifelse 简单的ifelse负值 下方是不是一样的 好了 这就是关于三个用算符的一个简单的知识 后面我们会经常使用 慢慢的学习后面的知识 关于优先级的问题 简单聊一聊 右边这张图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么多用算符的优先级 对吧 上面 从上到下 优先级越来越高 对吧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大家估计优先级的话 你可能记不住这么多 你可能没法记住这么多优先级 到底谁的高谁的低 不过你应该记住一个什么 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记得住吧 这是常识对不对 记住这个就够了 明白了吗 其他优先级呢干嘛 加小括号 通过加括号来组织 你也别记了 全部加括号 又简单又方便 而且还容易读懂 听懂了没有 别人一目两然一看就懂了 你如果你你如果自己把这个 优先就背下来了 对不对 背的很熟 然后呢写了一个很奇怪的办法式 对吧 你也觉得很对 确实也很对 可是呢 别人看不懂 听懂了没有 大家呢 一般还都是什么 还都是背为 不用背这个 对吧 都是通过括号来组织 你没必要去自己去搞 那个太麻烦了 听懂了没有 太麻烦了 当然有些考试题 可能会这么考你了 对吧 你们大学里边 学了C语言对吧 或者学了什么语言 清蒙考试考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考右线级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被考了一次 选择题里边出了很难的表达室 让你看这表达室 背右线级出什么结果 结果我就梦了一个 对吧 竟然还梦对了 对吧 当然大家呢 因为你们的学习是什么呢 不是为了考这种没用的事啊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就业上班 对不对 所以这就无所谓了 用括号来做 记住了吗 好 其他的不多讲了 咱们这也不给大家写复杂的例子了 因为没什么意义 小修行 没什么意义 咱们我门在上班 没什么意义 我先把它购乱 我因为我